你算计人你威胁人 你不劳而获 你像个寄生虫这最丢人 你没有善良的心 知道吗 不靠自己的本事 不靠自己的能力 对吧 你利用我 明白了吗 别再跟我说杀虫计杀虫计了 有用吗 有用吗 法律是干什么的 别这无事生非挑事 感谢观看 你算计人 你威胁人 你不劳而获 你像个寄生虫这最丢人 你没有善良的心 知道吗 不靠自己的本事 不靠自己的能力 对吧 你利用我 明白了吗 别再跟我说杀虫计杀虫计了 有用吗 有用吗 法律是干什么的 别这无事生非挑事 说清楚了吗 这是我去泰山的路上 来了十几个人 两辆车接我来的其中一个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此人 我不认识 但是我不是生气 我不生气 我也不说什么 但是我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 谁诽谤我 威胁我 门也没有 包括威胁我身边的亲人 包括利用他的 对吧 善良 也门都没有 如果我说的不属实 他可以告我 不用你们用情感来相信我 不用 不要有情感来相信我 用不着 我在这儿 我坦坦荡荡的 你可以录视频 他可以拿我这视频去告我去 如果说我诽谤他 对吧 所以说不用相信我 不用站在我这边 真理永远站在正义那边 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 咱们有法律 好吗 现在是将近凌晨一点了 我今天说报案 我是身体力行 刚刚从公安局出来 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 而且让那些伤害你的人 诽谤你的人 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且我这个性格属于一锥到底 为社会除外 除害 所以说 现在我们 有网络暴力法 有新的民间法 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宝宝 黑宝宝也好 还是微信里边的 冒充我的也好 所有的 一切我都会追到底的 挖出那个最最隐藏的那个人 这事没完 好吗 我一定要让所有犯法的人 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我告诉各位粉丝朋友们 当你遇到被别人 诽谤你 被别人诋毁你 被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